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老汉虽然是个仲裁的冬民 但是年轻的时候曾经是中国第一批武警战士 虽然老了 但警惕性的还非常高 这看到现场的异常情况 他立即打了报警电话 接到报案后 谭芳镇派出所的民警立刻就赶到了现场 到了现场 见到一个水井里面发现了一只鞋 跟水井边上有血迹的水泥柱子 又感觉到就发生了凶杀案子 就感觉那样 或者就是别人发现打斗 这股水井平时是用来浇灌蔬菜大棚的 在井边大约一米远的地方 有四根断掉的水泥柱子 这柱子是平时用来支撑蔬菜大棚用的 在四根水泥柱子 都有了清晰的血迹 而血迹零零散散一直延续到了水井边 在井中则漂浮着一只鲋鲋鞋 派出所民警初步判断 这里肯定发生过严重的搏斗 甚至是凶杀案件 他们立即将情况上报给了 青州市公安局刑警大队 同时对现场进行了封锁 没多久刑警就赶到了现场 现场的血迹 还有井中漂浮着的鞋 让人产生的直观联想是 有人曾经在水井边受到了严重伤害 甚至是被杀害 随后被扔进了水井 那现在首先要确定的 就是现场遗留的血迹 究竟是不是人血 我们对水泥柱子上的血迹 进行了提取分析检验 检验之后我们认定 这个水泥柱子上的血迹 是人血而不是动物血 在化验的同时 刑侦技术人员还对现场周围 进行了细致的勘察 在离水井不远的地方 他们发现了一段不完整的车轮印记 有一段 不完整是车轮有 一段随随的 就从边上走的时候 有点也不是很容易 现场的车轮印 和农村用的三轮机动车 狭窄坚硬的车胎 遗留下来的痕迹 有着明显的区别 这车轮看上去 更像是宽阔柔软的 汽车轮胎留下 那么这个车轮印记 会不会跟案件 存在着某种关联呢 行侦人员对车轮印 进行了提取测量 此时警方组织的人员 在水井里进行打捞 试图能够捞到尸体 但由于这口水井特别大 井口的直径大约有六七米 水深接近二十米 这给打捞工作 带来很大难度 打捞那个水很深 那个老百姓 借来的那个什么 那个构子 以前捞水 又是那个贴构子 绑上绳子 进去打捞 不行 是是不行 那水 凭的经很大 没法捞 当时呢 就是我们也组织了 就是先抽水看看 看能不能水 是不是有点浅 当时就是从发现以后 就开始接了浅水棒 组织那个村民 组织那个什么 就开始我们抽水 拍水 拍水 但是拍的是 很长时间的时候 下降很慢 这么抽下去 肯定不是个办法 刑警大队立即联系了 围方式的专业打捞队 打捞队到达现场之后 派出专业潜水员 潜到了井底 开始进行细事打捞 打捞了两三个小时 结果井里也没有发现尸体 而此时 警方对于水井周围的 大范围搜索 也没有搜出什么 有价值的线索 做什么 就成不了 就是导致 这是不是个安子 你找不到尸体 这安子没有 不好立案 这像这种 没有发现尸体的情况 那是没办法 作为刑事案件来立案的 可是这井边呢 它又明摆着 有一些人血 井里面呢 还漂着一只鞋 这究竟怎么回事呢 凭着多年行政工作的经验 这警方判断 这儿一定发生什么事了 他们再次对水泥柱子上的血迹 进行了勘察和分析 我们通过分析发现 这个血迹形态的形成 应该是他腾血迹 而不是贫鉴血迹 因为我没提那些血流量 血流量都很大 如果打上了 它那个血迹瞬间不好 也说它都是成功贫鉴的形成 从而确定 这个下潮应该 很有可能不是第一下潮 在法医学上 血迹叫做血痕 血痕对于分析案情 是非常重要的 血痕的形状 一共分为六种 包括低状 流柱状 喷溅状 擦拭状 血印痕和血泊 比如说这个血手印 那就属于血印痕了 这起案子的办案民警就发现 在水泥柱子上的血迹 它不是喷溅的 而是擦拭状的血痕 也就是说明这些鲜血 不是在这个地方流出来的 是在别的地方流出来后 又蹭到这个水泥柱子上 这在井中 人们也没有打捞出尸体来 综合这些情况 警方就判断 水井边它并不是案发的第一现场 那么这第一现场又在什么地方呢 这时候警方就把这个注意力 从井边转移到了旁边的蔬菜大棚 这是一张现场的示意图 这就是那口水井 在水井的北边有一条小路 在这条路上 水井的西北方向 有四根带血的柱子 柱子的东边大约在20米左右 有了一段不完整的车轮胎印记 而在周围的四面都是蔬菜大棚 大岸民警首先对这几个大棚进行了勘查 从这个大井的地方 东侧一个大棚里 有几颗断裂的水井柱子 断裂的还在那个碰上边 我们取下来 就和这个大井的边上那些 有血系的那些水井柱子 中国统一零件 是为何的 最证明那个柱子是从那个 那个大井的东侧 水井柱子上 他排到了 水井柱子到哪儿很加兴 上面没血 随后警方又对附近的村民展开了大范围的走访 就在这时 报案人王老汉突然又找到了民警 他说他想起头天晚上曾经发生的一件怪事 这四点上的 这半天看点事 他在大夫看着我 看完的我 就 说是哪里 我上了苗棚来去一看 你看看我苗棚是不是有头条 这是他 我到那里头往下一座吧 有个黑胶子 一面 插着我开过来了 我一看他来查点的 我又不在意 我一上午去 上午去那楼还有 还有我一出来一看 还有灯光 往下一座 他就可以插着我 王老汉提供的这个重要线索 突然让警方想到了一件事 就在当天的上午九点多 有一个村民报案 说他的儿子孙鹏 头一天开车外出之后 就再也没回来 连人带车都不见了 那么在水井边遭到伤害的这个人 会不会就是失踪的孙鹏呢 警察立即找到了孙鹏的货 我父亲到前上以后 我们让他扁了一下 你吃这个水这个鞋 是不是你孩子俩 他父亲一看 是他 我还有 这线索我孩子的鞋 他父亲 父亲我们拖着他 不拖着他 他就调下去了 虽然孙鹏的父亲 辨认出了儿子穿的鞋 可是警方还不能就此断定 现场的血迹 就是孙鹏留下的 技术人员提取了 孙鹏父亲的DNA样位 与现场留下的血迹 以及那段不完整的车轮印记 一起都送到了 围方式公安局 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 进行比对 随后警察又对孙鹏的父母 详细地了解了 他儿子的情况 孙鹏父母说 他们儿子今年23岁 去年谈了个女朋友 关系一直不错 都准备结婚了 今年初 老两口用一辈子攒下的钱 给儿子买了一辆 比亚迪F3轿车 并筹划着 今年就给儿子 把婚事办了 孙鹏也没有回家 再打手机 却处于关机状态 人和车就这样不见了 了解了这些情况后 民警对孙鹏的社会关系展开了调查 外围的也调查了解走访 包括他的所有的亲戚朋友 所有交往过的人 他关系人 没有获得什么一个价值的线索 同时警方派出侦察员 到孙鹏跑黑出租车的正母市场 进行了大量走访调查 很快就得到了线索 有人反映 就是2月4号上午 有一个30岁左右的 一个青年租车 租他的车走了 从那以后一直没有回来 当时 就是他提供的这个体貌特征版 是年龄大约在25岁左右 身高大约在1米7左右 这个发型的平头 穿着 因为应该就是非常普通的 民营党 在得到这一信息后 警方调取了当天周围银行的监控录像 正常在这地方看不到 因为加图录像 就属于银行的 银行的内部就加图录像 虽然能看到出租车 但是看不到他那个孩子 租车那个镜头 这时又有一个出租车司机 提供一条线索 他说 那个打车的男子说话是外地口音 根据这个线索 民警走访了谭芳镇的所有劳务用工市场 以及附近的大小旅馆 同时 由于失踪者孙鹏的女友提到 和孙鹏最后一次通话的时候 孙鹏说他要到林渠的龙岗 根据这一信息 警方展开了排查 我们就是根据这个当时他女朋友访问的情况 就从他一个租车点 然后到龙岗 这个点 我们为了这附近 进行了大量的楼房 大量的排查吧 针对这个比亚的F3 这黑胶车 在这个排查里 共同主义 对这一部车 反正的结果 就是 一直没有 说是反应亏 上的什么线索 我们调了一下思路 我们就是能不能就从这个车 他那个车上面做点文章 我们布置了几个特亲耳目 一个是他本身他出租上市场周围 再一个是女生汽车修理厂 再一个就是他所有认识的人 交往过的人 办案人员考虑到 案发地水井是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 而且水井的周边有一些土坡 如果不是熟悉当地情况的人 是很难会发现这口水井 根据我们分析 我们认为 应该是与当地人有关 特别是政务这一代人 所以我们围绕政务这一代 了解的一些情况 没有获得什么一个价值的线索 案件的侦破是毫无头绪 就在这时 从维方市公安局传来了检测解释 这个检测报告完全可以证明了 井边留下的血迹 那就是失踪的小伙子孙鹏的 那段车轮印记很可能就是他驾驶的比亚迪F3那款车的车胎留下的 看来这孙鹏是凶多吉少了 那他究竟发生了什么意外呢 他这个人和车现在又在哪呢 警方对所有可能的地方是不厌其烦的进行了一遍遍的排查 在经过将近半个月的排查之后 终于有了新的线索了 这个地方吧 一个附近一个村子 一个外号叫波子的一个小青年吧 他们翻译的是谁 开着过年期间开着一辆比亚迪F3被轿车 这个小青年吧在这个青州城区吧 这个也是互混 他开上这个轿车和他的身份很不相符 经过警方调查波子今年23岁是当地人 初中毕业之后就一直在社会上游荡 经常干些偷鸡摸狗事 在附近村民的口碑集产 通过了解呢 这个波子啊 与一个姓赵的一个河南籍的30多岁的人 经常在一块 通过调查呢 这个河南籍的这个人呢 我们也确定了他的身份 通过就是出自他市场的人的辨认 基本就能确认就是这个赵某吧 也是一个犯罪嫌疑 锁定犯罪嫌疑人后 办案民警立即对波子的行踪 进行了活拍调查 通过的他们有些见过他的朋友吧 反映了一个情况 就是他基本上是不回家 他的青州应该说是有一些落脚的旅馆吧 还有一些网吧 随后警方又对青州市的各大旅馆和网吧 进行了排查 并派出便衣民警进行盯手 经过几天的守候 警察终于掌握了犯罪嫌疑人波子和赵某的行踪 为了确保对犯罪嫌疑人的抓捕万无一失 警方一边对这两人进行盯手 另一边又调集了刑警特警 一共30多人对网吧周围进行了布补 我们通过事前布控 把网吧就是各个处理铺 进去内补 先把网吧这个情况拿有门拿什么 现在这啥好聊 回来以后我们就是根据分工 有那个拔门的 有进去搜查的 有那个高经节的 事前都安排 办案人员是周密布控 一切都准备就绪之后 所有人都在等待上级下达行动的指令 那么警方又能否顺利抓住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呢 失踪的孙鹏现在又在哪 是否遭遇了不测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说是哪里 稍后为您解密 警边突现血迹 警中飘着一只鞋 这里究竟发生过什么 这事是不是手拿了 那树在水里边 警内没有找到尸体 警方无法立案 警方该如何确定这里所发生的事件 这个下超应该黑股可能不是第一下超 我这实际没发现 你不能理 你不能理由命啊 锁定遗修 警方与其斗之够 能否将他们一举抓获 事前那个扑客 往外就各处处 进行的呀 想把往外的情况 哪有闷哪什么 现在还好 水井边的血迹 说是哪里正在播出 敬请关注 欢迎回来 咱接着说是哪里 前面说到 二月份在山东省青州 发生了一起蹊跷的案件 在一口水井边 四根水泥柱子上 有很多的人的鲜血 井里边还有一只鞋子 可是却找不到受害人尸体 警方在经过大量的侦查工作之后 终于确定了 这血迹就是失踪的司机孙鹏的 并且锁定了两名犯罪闲人的行踪 在一家网吧里 民警进行了秘密的布控 随后对两名犯罪嫌疑人进行了抓捕 这两个人因为是上网太累了 竟然趴在桌子上睡着了 这埋伏在现场的民警 立即就采取了行动 退步 退步 进行动 退步 快退步 退步 这是20还没反应过来的时候 我们已经把它控制 控制了以后 从赵木学生搜出了一把 20多公分长的一把笔手 非常行 警方对两名犯罪嫌人进行了突击讯问 但是这两人却拒不交代犯罪事实 虽然是做了这么大的案子 一开始态度还比较硬 硬朗 就说我什么也没做 案人员一方面继续进行讯问 另一方面对犯罪嫌人的成长经历进行了了解 两名犯罪嫌人中赵木是何乃人 要想彻底调查他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 于是警方将突破的重点放在了波子的身上 这个时候波子突然提出了一个要求 后来提出一点 就说你能让我见一个人我就跟你说 后来我问他 我说你想见谁 我想见我女朋友 犯罪嫌人的这一要求 让警方对于他的讯问似乎是找到了突破方向 性格非常冷 唯一在意的就是他女朋友 自己也不想见自己的父母 他对他的父母根本就是毫不关心 莫不关心 亲戚这一块我觉得 开黑淡了 看到他女朋友的时候 也是话好像就开始态度明显的转变了 什么都说了 警方根据波子的性格特点 通过感化和苦口婆心的劝导 终于使他的防线彻底崩溃 波子随后交代了全部犯罪事实 他说自己和赵某已经将孙蒙杀害 而犯罪的动因则跟自己的女朋友有关 波子说他跟自个儿的女朋友是去年在台修厅认识的 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 相处一段时间之后就打算结婚 于是波子就将女朋友带回了自己家 由于双方家长的反对 波子只好与女朋友分了手 分手之后 他非常的伤心 情绪也很低落 整天就泡在网吧里 希望通过用这种方式来麻醉自己 忘记女朋友 在说到和女朋友分手的事情时 一向冷漠的波子竟然哭了起来 他说自己走上杀人犯罪的道路 都是因为这个女朋友 而就在警方对波子的审问有了突破之后 另一名犯罪嫌疑人赵某 也开始交代自己的犯罪经过 其实他本身被抓以后吧 心里已经是已经非常 是已经很大的震动了 他应该觉得这抓完的有这么一天 据赵某说 他和波子是去年在高密打工的时候认识 当时波子只干了一个星期就走了 支付就再没了联系 直到今年二月份 赵某来到青州打工 又再次遇到了波子 当时波子告诉赵某 他和女友分手了 想重新和好 可又遭到了对方的拒绝 这波子是越想越不甘心 于是就想出了一个罪恶的办法来 他想绑架自己的女朋友 挟伏他和自己在一起 同时也想借此敲诈女朋友家里一笔钱 可是干绑架这事 他需要人帮忙 于是他就找到了赵某 说明了来意 赵某就同意了 这嫌疑人波子还向赵某做了一个承诺 赵某为了钱就答应跟波子一块干 可是这绑架需要一些工具 两个人经过密谋决定 先抢一辆车 今年2月4号 波子和赵某在一家五金店买了两把刀子 随后赵某就到出租车市场 叫了一辆出租车 而波子则在不远的路口挡着 一番讨价还价后赵某上了车 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 而这辆车的司机就是孙 上车之后赵某先是到路口 接上了波子 然后向龙岗方向驶去 在开到一条偏僻小路的时候 波子也要上厕所为由 叫孙鹏把车停了下 随后两个人就用准备好的刀 将孙鹏残忍的杀害 并打算薅食灭绝 我把他弄了后一小铁 他哪个水晶 拉到上水就弄了去了 我已经是我自己做的 转了转了都黑了 我几点了 把他弄了点 弄了柱子 把他绑到乡子 租到井里 也认警了 哪点都来了 没弄 没把他驾驶 因为惊动了王老汉 两名犯罪嫌人在水井边 没能抛尸成功 但却留下了大量的犯罪证据 随后他们又开着车转了很久 最后将受害人的尸体 埋在了一个坟地 两个人将司机孙鹏杀害 接来了车车之后 接着就开始预谋绑架 这个波子的女朋友了 第二天 这两个人开着抢来的车 到了波子女友上班的地点 进行守候 由于这女孩的母亲 陪在身边 两个犯罪嫌人 没有机会下手 当时波子的心里是非常生气 于是调转车头 一脚油门 没想到就直接撞到了路边的树上 车撞坏了 不过俩人却没受伤 后来因为没钱修车 便将那车给卖掉了 据犯罪嫌人赵某交代 当时那辆车是通过一个中间人刘母卖的 民警很快找到了李 并将那辆比亚迪叫车 在车上 刑侦基础人员发现了一些血迹 被抢的车辆 收傻伤一些血迹 这个血 就是死者 受害人的血 铁一般的证据证明了两名犯罪嫌人 凶残的犯罪事实 警方随后压接着犯罪嫌人来到一处坟地 根据波子的指认 经过挖掘 警方找到了孙鹏的尸体 孙鹏的死 让他的父母悲哭 孙鹏是他们唯一的儿子 而孙鹏抑遇害时 他的未婚妻已经怀有神韵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造成的打击 让一家人是难以承受 在看出所里 犯罪嫌人波子和赵某经过反省后 流下了悔恨的眼泪 作恶之人干了坏事 被抓住之后 往往都会像他们这样忏悔不已的 可现在是悔之晚矣 你再后悔 也挽救不了那个无辜者的生命了 这两个人年龄都不大 尤其这波子才二十来岁 可是却那么的自私和冷漠 对法律又是那样的漠视 想通过绑架手段 逼着女朋友跟他和好 可以说从产生这个想法开始 就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了 为了绑架 竟然是劫车杀人 犯罪手段又非常的恶劣 后果极其严重 可以说毁了好几个家庭 而另一个犯罪嫌人赵某 为了钱就去触犯法律 疯狂的参与犯罪 这俩人以身试法 那肯定会受到法律严惩的 而青州警方抓住仅有的一点线索 将侦查进行到底 通过艰苦的工作 是迅速破了案 维护了社会稳定和法律的尊严 6月13号 公安部部署了全国公安机关 集中开展为期7个月的严打整治行动 其中的第一项要求 就是要加大侦查破案的力度 严厉打击个人极端的暴力犯罪 相信这次严打深入的开展 将会有效的打击违法犯罪 维护良好稳定的社会环境 好 今天故事就说到这儿 接下来咱开始抽奖 谁将获得1000元现金大奖呢 说是哪里 稍后为您解密 人质闹事 歹徒劫持人质驾车狂奔 引发街头血案 留下孩子杀人 探完他一早 抢我们两包 死者就在这个位置 这一片狗传不进去 神秘女子爆料 暗中有爱 为了救治 歌手被担心 一刀就在砍 戴着一口 去我家属一家都陪 整个一个脖子 头掉 家属要为死者争取英雄独裕 她的行为算不算监于为 她死不一百死 你必须得一个什么 跟我们交来吧 蝶血街头的歌手 说是哪里 尽其为您解密 尽其观众 欢迎回来 您正在收看的是由绿原电动车冠名播出的说是哪里 下面咱开始抽出本期的幸运观众 想了解我们更多精彩节目 欢迎登陆旗路网 好 有事您说话 有理大家了 我是老季 感谢收看这个节目 明天同一时间 咱接着